我們歡迎有小寶 賴敬輝和Yoko 小寶…很瘦 我真的不喜歡站在你旁邊 為何可以這麼瘦 我現在可以這樣包著你了,Bivian 為何會這樣 你還在減? 是呀 你經歷了甚麼呢 會變得這麼瘦 真的減 真的減的 我真的很努力減 敬輝,你認不認得她? 我以為她會 甚麼?大大粒 大大粒 大大粒 很久沒見,兩位都很感謝你們來 另外介紹的新朋友就是Yoko 你好 Yoko也是我透過做直播認識的 看到你們做直播帶貨很成功 但你們初初怎麼開始? 就是沒甚麼氣魄 都要生活的 就去了做直播 祖嵐介紹的 對,又是讓她拔上去 那時真的沒甚麼人做 她真的每場一開有十萬人 我當時也挺單純的 我想早南有十萬人在看 我猜我最少都… 有幾萬 應該有一萬 是嗎? 為甚麼我第一場直播有多少人看? 我第一場直播只有六十多人看 挫敗到…不是說一天兩天 我應該是三個月都差不多 都是這個情況 是的 三個月 敬輝呢? 你會否像她那樣有個貴人帶你入行? 我沒有 沒有嗎? 但到了那時候的口罩問題 唯有只有一件事 你可以有機會賺錢 我們養家 去了做一件自己本身最不喜歡做的事 就是去做直播帶貨 但做了之後又發現原來這個工種是很專業的 裡面每一個部分、每一個人都要很專業 發揮得很好 你才有機會可以獲得一個叫做利潤 小寶和敬輝的直播帶貨就是在內地很盛行 但Yuko,你那種我應該怎樣形容 是你的直播 我的是…我是2015年 當時香港沒有甚麼人做直播 當時也沒有 我就想第一代出來試試 我最初做的那些 都是叫做知識型的直播 知識型? 對,你要做很多準備 就像冬章一樣 一件事先找資料 然後再怎樣可以簡易告訴別人 還有現場其實很考慮你能否回答 說真的 直播帶貨,大家覺得很賺錢 是否真的很賺錢 你這個問題問到 大家覺得很賺錢 是大家覺得的 實際上,你說是否能賺錢 當然有人能賺錢 其實跟娛樂圈一樣 很多人都覺得你拍戲,你賺很多錢 但其實你從事這個拍戲行業的人 能夠真的賺到錢的 可能都是那幾個 是 其實一樣 但小寶經常說 你一晚賺幾千萬直播帶貨 我打個譬如 今天播了10個小時 播到那副下都累死了 成交二千萬 你猜我賺多少 一千多萬 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不用回香港了 不用回來了,是不是 我跟你說 一個二千萬的一盤貨 我可以有人 那一晚最後是虧錢的 這個為什麼 你知道,最多的了 今天我就讓你充值電話費 充100元就95元 你以為我不用貼的 那五元是成本 做這個動作為甚麼 令我的GNV今天可以倒數 GNV是… 成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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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如果成功的例子 你最高一萬 你真的做了多少 以及真正代到多少 不搞任何福利品 日文搶購500單那些 我想八百多萬 開袋一萬 不是… 做額八百多萬 八百多萬 最悶 這樣很厲害了 我最高那場是三百多萬 但以我最高來說三百多萬 其實她平均都三四百萬一場 所以我坐在旁邊 我就是一個弟弟 看到一個頭部的前輩 我想說她很賺錢的 三百多萬 因為不投樓 沒有福利品 順賺的 而且我的退貨率是少的 你多少 我也是十多 你真的很少 你很幸運 很少 譬如真的放在袋裡有多少 牛扒那場我有看 你煎牛扒那場 他不是牛扒那場 他牛扒那場 我自己看 我先計算一下 你一百萬 當它那裡是 平均是十二個點 一百萬十二個點 你這麼老實 你會說出來 不所謂 謝謝 幾十萬 幾十萬 但你還沒扣除你的成本 即使你沒有送禮物 但你那些警察費用 你那些團隊的薪金 那些團隊的薪金 你不是每一場都是這樣 你只是拉上去補一下 你之前虧的 你不是在這場賺了 你又要推下去 我都試過開 有一場賣零食 是跌到只有九十多人 在這裡看 原來賣不動 零食 我這麼難說 那些金色朱古力 我應該沒記錯是六十八元 是嗎?新年的時候 你猜我們每一盒賺多少錢 十元 十元也好 沒有嗎? 五元 我沒記錯是兩個多 六十多元賺兩個多 那些錢真的一毫子一毫子賺回來 我常說的還是真的 但我覺得小波你成功 你是其中一個 第一代是吃播的 即是在直播裡面 是真的堅食的 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 是的 大集蟹那件事 究竟是堅食了百多隻 幾百隻 幾百隻 幾百隻大集蟹 這件事其實是 幾百隻是真 而且裡面有多少人信 一想起 就馬上失誤了 真心的 第一年很開心 一輩子試試吃大集蟹 吃到第二年 你想想我預約一年大集蟹 大概都圍到二千萬左右 是 那你想想我每次大集蟹十個小時 是 我把你一個小時吃四隻 是 很少的了 是 你想想七場十個小時 你一年真的能不能吃四百隻 是 吃吧,就這樣吃 當然就這樣吃 如果這個產品 主播都不肯吃的話 你是不是不相信它的成品 是不是有什麼省渠下 你都不吃了 那你買什麼 其實你稍為有思想的人想想 你吃的可能跟你發出來的 都可以不一樣 不是,我自己… 你也不簡單 你也試過吃播的都不簡單 我又吃不了那麼多 我又沒有錢送平板電腦 我唯有怎樣去製造流量 我們就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對 我們說的就是陽光玫瑰 是 四十幾度 烈一當空 這是什麼 你站在桶 我跟你說 人生去賣地址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去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境我都有去 你知道陽光玫瑰那個地方 我記得是西安嗎 棚裡面是平均45度 你知不知道我在45度 你不是吐了幾個小時嗎 不知道 我吐了八個小時 會虛脫的 你還要最恐怖的是什麼 那些是農村 供電不夠的 是風扇也不能吹 我們還最喜歡買貨 我買到零十兩點是不是 那一夜晚你記不記得那些 前面 我又沒有理會那麼近 不少於一萬隻的蚊 在你面前飛來飛去 隨時四五隻在這個口裡 吐了一隻肉 不是 它為何可以這麼成功 因為它真的很薄 我又不會像它那樣 買到一兩點在那些戶外 我一看到那些飛蟲蚊 我就會黏著一隻口就收穫 你一定沒有去過陽晴戶 陽晴戶 買大扎牌 一去到 下午五點, 戶外不能播 這麼大隻的蟲 我不行 幾千隻, 你不嫌非 我不行 其實實質地賺錢都是困難的 但是做直播 一定有些突發事發生的 有什麼你覺得發生什麼事 這種感覺 說到突發事, 我很奇葩 有一次我們賣牛排時 突然有幅畫就掉下來 就掉中了插數 然後燈子就全部關掉了 因為我們在TVB訓練出來 導演未來卡都要繼續去演 在全場的人都停了 仍然我還拿著牛排煎 特地弄出火 又說, 你看這個火柑 是不是很好看 然後那些人就說 黑哥, 沒有了 所有都停了 又試過另外一次停電 一停, 那些團隊很棒 知道我不會停的 然後馬上把手機打開, 燈子在動 在動的時候 就幫你打燈 對, 然後我們說 今天就是好像情人節一樣 是不是很有這個氣氛 不停的 直播的, 其實有很多 你預計不到的東西 你怎樣去不要害怕 繼續將那樣東西 變成你一個流量的密碼 你的直播間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流量了 對 就是突然停電, 關掉燈子 它會看你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呢 如果你很害怕 就馬上說, 不好意思, 我們停電了 那你就捉不到路也不會脫隔了